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5号星期日 跟一个小伙伴聊天聊台湾问题 其实我呢 这个小伙伴呢 他的观点就认为呢 他现在认为就习近平任期内 无论台湾已然不可能 但是我认为呢还不好说 我也不是说一定可能或一定不可能 但是我觉得反正现在是个好时机 我觉得呢最后呢 就是说来说去呢 我给这期视频我想定一个名字 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美国啊 现在台湾唱的是一出空城记 那但是你打不打呢 就是你的事了 如果他唱成功了 你不敢武统 那你就结束了 那你就司马仪 你就被这个周梁给骗了 那你敢打呢 他就是个空城 你敢打呢 那就结束了 就完了 你懂吗 所以美国现在唱一个空城记 那最后我怎么到这个结论呢 咱们从前面走一手看看 首先呢 这个小伙伴他来跟我说 他这么说 咱看他说 他说 他说从火箭军的司令 这个火箭军司令不抓了好几个吗 还有一个那个善调自杀的 对不对 还有呢 像秦刚 前外交部部长秦刚 等一众中共高层 均是美国间谍 最后被证明 全都是美国间谍 或者呢 就是说泄露一些情报 对不对 从这儿 以及呢 习近平三年动态清零的错误政策 导致的 现在就巨大的 这种经济后果来看的话 所以他目前他认为啊 习近平任期内 武统台湾已然不可能了 更别提什么呢 2024年年内武统台湾 就我不说吧 我说其实最好是今年动手 对吧 他说这个更提不上了 他说中美军力 目前至少还有几十年的差距 间谍及情报获取方面 差距呢 就更大了 这个呢 我要说啊 就是说中美之间 有差距嘛 有差距 有巨大的差距 但是在中国家门口的话 差距没有那么大 这是此其一 其二 因为有核武器 导致差距更小 你看吧 有了核武器之后呢 他其实上是不太一样的 两个核大国呢 一般来讲 尽量避免正面的 有这种常规战的接触 热战冲突 尽量的躲避 就是自核武器以来 两个核大国之间 还没有发生过 直接正面的 这种的军事冲突 所以呢 有这两个在这之后呢 导致呢 就这种 就是说常规战力上的 这种几十年的差距呢 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好吧 所以我加一点 我的这个理解在里边啊 好 那么间谍和情报 或许方面呢 差距呢 就更大 这个其实呢 不好说啊 美国呢 也承认 实际上中国呢 就是说有一次 在这个中国本土 进行这个反间谍之后啊 导致 就是说当时抓了几十个 CIA的间谍 然后呢 而且是在这个 他们内部的 今天中心里 就是公开了 这个给这个 就是说 给弄死了 公开处决啊 当然表面不知道 但是内部情报人都知道 是公开处决了 处决了之后呢 在那之后呢 美国一直 不管是CIA 还是中心局什么 一直选择中国重新建立 一个呢 就是说 能够睡到比较高层面的 这种间谍组织 但是实际上 一直来讲 不是很成功 不是很成功 尤其现在 在一个全民抓电机的 一个情况之下 人心惶惶 你会发现 就是我 想想想 我在开玩笑 对不对 就是连一些呢 北京出车司机 连一些修缴的 现在就是跟海外的联系 都变得 有的变得不联系了 断了联系了 或者就是 非常非常小心的 再说话 整个的这个 这个氛围来讲 就是说 美国现在 现在中国开展 这个建立工作 实际上难度也挺大的 中国现在 美国开展建立工作 难度也挺大的 的确 大家都挺大 所以这里边的差距 也是很大 我承认是很大 但是也没有想象的 那么大 好吧 但是当然我都承认 就是说中国的 这个军事水平 跟美国比较几十年差距 在间谍和情报 后期方面 跟美国也有巨大的差距 但这个差距 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他说 所以统一台湾 还是应该放长远去看 他说肯定 是2035年之后的事 他认为 从现在2024年到2035年 都不可能了 至于就是说 不放弃武统台湾 将会在中长期内 成为大陆持续发展 军力的一个 由头的存在 就是说 我只是说 就是说 我不放弃武统 然后我拿这个 持续不断的 去发展我的军事水平 当时一个理由 去这么做 就仅仅的是如此 那我们聊天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对他说了一段 然后我稍微回答了几句话 我这么说 我说 我说越往后拖 越被动 我说俄罗斯 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你现在打 主打的就是一个凑手不及 就跟当年的老毛 打美国陆战医师 就穿战场的时候 打陆战医师 主打的其实就是一个 意想不到 一个凑手不及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 你根本打不了 当年美国的陆战医师 那和刚刚二战 从德国跟德国那干完的 你知道吗 是从军事实力 从作战的这种 就是说实战的经验来讲 是非常的丰富 而且说实话 美国当时是 完完全全没有意识到 就是老共赶出兵的情况之下 老共打了美国 完完全一个凑手不及 而且当时美国 是完全就掉以听信了 当时认为 圣诞节要回家过圣诞了 对不对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突然出击之后 陆战医师 在面对中国的这种 就是说围追堵截 表现的非常好 你可以看看当时的 这个真实的 你不要看什么平衡 就是中国拍的电影 你不要看那个 你看看真实的 就是说 当时的这个作战记录 看起来的话 陆战医师被伏击了 被打了一个凑手 一个蒙棍打下来 但陆战医师基本上 就是说非常的 就是说 当时在撤退 急速撤退 但在撤退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说溃不成军 并不是非常荒乱 他最后 完完全全就是说 如何去应对 当然还有一座 就那座桥 三诈三凶 你就通过这个 你就能看出来 整个他的这个进退 是完全没有失据的 是完完全全有章法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承认 真的是被老共 打了个蒙棍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尼利福老毛当时的 就是说 他的这种嗅觉 这个敏感度 对不对 他的确是在这 对吧 然后呢 这小伙伴他回答 他说 他说这个没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现在台湾的军 台军的地下攻势 扫营都修好了 就准备 就准备你来了 就给你打地道战 他说又不可能 跟以色列一样 炸光民宅 日益的 任意的去屠杀平民 以色列不就这样吗 就是反正你 你整个 你这两条街 旁边的楼 我觉得全部都 跟哈马斯有关系 我全都给你炸了 然后我炸之前 我通知你 我说明天我都给你们清了 你走你就走了 你不走 你不走 我就认为你是哈马斯 我不管 你说我们家 我跟我们家 我不管 你说我是平民老板姓 你炸老板 把平民也炸死了 我不管 你不走 你就是哈马斯 他就这么搞 的确以色列是这么搞 他说你不可能 像以色列这样 就是把民宅都炸光了 任意屠杀平民 对吧 他说你即便措手不及的 炸光了台湾的 地面的军事设施 但是如果你不登岛的话 根本没用 如果加上美国 拉着各种小地 在海上搞封锁 要炸你的登岛的船只 即便老共有登岛的部队 但是毕竟人数有限 登岛部队与台 与台军打巷战 赢不了的 最终一定 对台军的地下部队 冲上来包了饺子 所以不如以收复台湾 短期内做一个口号 争取时间来发展军力 和肃清内鬼 收台湾 还是要先从内部 挖掘美国 美国不倒 台湾收复不了 这是他说的 他的观点 我在这跟你说几点 就是台湾的地下公式 你说算修了 修了 的确是修了 修了一部分 但是能有用 目前来讲 用处不大 为什么 台湾现在 这个部队 就是说 台湾自己说叫草莓兵 这当年也是 蔡英文他们 就是说改了军事的 处理的方式 当时有个台湾士兵 好像当时死了 死了之后 以此为一个油条改变 改变之后 导致他现在 士兵战斗力很弱 虽然攻势有 然后也做了一定准备 但是现在 其实战斗力 真的是不是很强 而且就现在的 台湾的部队 你想象 就是说 2022年的时候 俄罗斯 刚开始打乌克兰的时候 不就说 乌克兰下面 40岁以下的 军官和士兵 经常出现各种 就是自杀式的 跟俄罗斯的 这种袭击 当时起到了 非常好的作用 作用和效果 就是他这种 亚速营士的 那种宗教狂热性的 但是 就现在 在台湾来讲 真的能够 架着坦克 身上绑着汽油桶 冲进来 跟老共拼命的 有 有 我不能说他没有 但是不多 我告诉你 2014年的时候 乌克兰也没有这么多 乌克兰从2014年 开始培养 到了2022年 8年之后 才有了 才能培养出这么一堆 就是 我不知道 你说是洗脑的 还是这种 宗教狂热的 亚速营吧 俄罗斯说 就是纳粹分子 但是台湾 现在就这种 有这种 宗教狂热性的 要我妈的 绑着炸包 跟老共拼命的 像这种亚速营式的 这种 纳粹式的 不多 毛老良心说 真的不是很多 绝大多数都是 一句话 就是你想怎样 对吧 他说 你知道吗 所以 地下攻势也好 打巷战也好 战斗力到底 到一个什么程度 其实我存疑 我很存疑 所以 如果打台湾的话 其实最主要 还是靠美国 就是靠美国 美国如果管是一种 美国不管 就是另外一种了 然后至于他后面说 就是说收复台湾 要先从内部 挖掀美国 美国不倒 台湾不复 对这个 我给他一个回答 我告诉他 我说这个就别想了 这痴心妄想 美国倒不了 而且我告诉你 长期一看 一定是美国赢 短期中国有优势 长期肯定是美国赢 目前可能是美国 一个最薄弱的 一个时候 我说以前的美国 根本没意识到 有中国这么一个 特殊的一个对手 前两天 前诺贝尔金 那个得主 我也说 他说之前 我们没想到 会出现一个 中国这样的一个对手 所以有一个 措手不及 现在有个措手不及 现在就是美国 最薄弱的时候 我说习近平 未来 我说习近平 可能是未来20年 中国最有可能 收复台湾的领导员了 如果不是他的话 就没有人了 如果习近平 没有动手 那么搞不好 恐怕未来的几十年 再也没机会了 就跟50年没动手之后 到70年之后 才能有机会了 那就目前这么个情况 就是你想等美国 完内部分裂 这几乎不可能 这个不现实 好不好 然后咱看 这小伙伴他的回复 他这么说 他说 他说美国是政治上 暂时薄弱 军事上可一点都不薄弱 这个说的对 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说政治上的薄弱 比军事上薄弱 还可怕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50年 50年的时候 打战争的时候 他的问题就在这了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中共当时就是 老毛就是 老毛是什么 军事上薄弱 但是政治上不薄弱 这仗他敢打 你懂吗 你现在伊朗现在属于什么 就是政治上薄弱 军事上其实不薄弱 伊朗这次反击以色列 虽然是放了一顿炮上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么大规模的导弹无人机 这说明军事实力是在的 你懂吗 他因为是提前48小时就通知了 所以这边完全做好准备的 如果没做好准备的话 可能会给以色列造成 巨大的上海和损失的 但是伊朗也是展现了 自己的实力 说明什么 说明伊朗在军事上 其实不薄弱 只是政治上薄弱 政治上薄弱 这样打不了 你懂吗 你看老毛那时候 小米加步枪 我军事上薄弱 但我政治上不薄弱 这仗反而可以打 美国现在问题也在这 美国是政治上薄弱 军事上不薄弱 这仗还是打不了 没法打 你懂吗 然后他说台湾短期内 收复不了 美国倒不了 就分裂台湾 都不行 就只能永远就喊口号了 就当个口号喊喊了 台湾就收复不了了 完了没戏了 他说习近平 不可能再支撑20年 我当时他理解错了 我前面说 我说习近平是未来20年 最有可能收复台湾的领导人 但是我们领导人两个字 我们用打字 没打上去 但是其实 我说是未来20年 所以他说习近平不可能 这是没有问题 习近平估计也就是10年 这意思了 先都没可能 就还剩9年了 他说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这辈子能不能看到收复台湾 都要看后面国际往哪走了 很有可能就没戏了 他也许20年内 美国内部搞起了革命 甚至德国化了 他说你看这轮反游的浪潮 能发酵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它是完全被西方媒体洗脑了 美国现在没有反游浪潮 美国现在是反战浪潮 是反种族灭绝 没有人在歧视犹太人 好吧 也许有 但是很少 这绝对谈不上一个浪潮 谈不上一个反游浪潮 这如果有的话 也是就是内塔尼亚胡逼的 而现在他们是拿这个反游 作为帽子扣过来 这个是完全西方媒体 美国政府和给学生们往上扣着帽子 但学生们是不存在种族歧视的 学生们主要都是反战 反战 然后呢 反种族灭绝 但是这个呢 就是说看你怎么理解吧 就没办法 这事他说不清楚 好吧 因为现在西方媒体都这么说 事实已经不重要了 当媒体一面倒到说 大家都是在反游 仇恨犹太人 主族歧视的时候 事实就没办法 美国也没有事实 能吗 就这样 他说川普不死的话 上台已基本成必然 这个我也承认 川普看下上台 这个可能性很大了 但是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会优先洗劫盟友 并重创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包括台湾 这个对吗 实际上这是错的 这个也是被西方媒体洗脑了 川普在任的时候 跟一些盟友的关系 其实非常好 美日印澳的四方联盟是川普在的时候建起来的 而且你会发现 印度在川普在的时候 是敢于在边界上跟中国亮刺刀的 现在还敢吗 不敢了 日本在川普在的时候是什么态度的 你能想过吗 澳大利亚是什么态度的 现在川普在的时候 你看这些人都没有主心骨了 拜登软弱不堪 很多的盟友其实没有主心骨 你懂意思吗 所以呢 就是说所谓的拜登洗劫盟友 重创与盟友的关系 这也是民主党的西方媒体给你放的这个假消息 而实际上川普在的时候 大家的关系反而 我觉得就是说 尤其在面对中共的时候 反而更好一点 而有一些问题说出来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表面上看似没问题 内部都是问题 川普在的时事 把问题都说出来之后 发现到没有问题了 你就现在 你就说出来不好听的 你北溪一号二号怎么炸的 你能跟我说说吗 对不对 德国现在表面上不说 心里怎么想 你明白吗 就是你把北溪一号二号给我炸了 对吧 这事能完吗 这个不伤害盟友是吗 那什么伤害盟友 你跟我讲讲 还有什么更伤害盟友的吗 你明白吗 所以呢 还有台湾 说什么伤害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这是什么火车 川普时期的时候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是最好的 如果全世界你要说一个 就是说非美国之外的 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是最支持川普的话 台湾基本上都排到number one了 台湾老百姓 台湾政界 就是说这上下一心 支持川普的力量是有多大 这个其实你根本就不敢 你完全是被骗了 你完全被骗了 你觉得台湾好像仇恨川普 不是的 台湾那时候 川普输了 台湾是如丧考比 那简直就快崩溃了 知道吗 比美国还痛心疾首 知道吗 现在川普快上来之后 台湾那都快高潮了 都快高兴死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一个众叛亲离的美国 才会变得更弱 其实这个很难说 美国在的时候 美国每日印号的关系都是更好 而且跟台湾的关系也更好 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更好 甚至美国跟北朝鲜的关系 都比现在好 那个时候 几乎是全世界 任何一个阵营 都围绕在美国的身边 要去干中国 你懂吗 那时候普京是不管的 美国干中国 普京管 普京说 那两虎相招 我聪明的猴子 就在头上看 金正恩天天地跟川普 我的好朋友 给川普写亲笔信 台湾跟川普 那是什么关系 安倍晋三 那看见川普 那笑的 那真的就是 有耳朵 没有耳朵 那嘴 咧的都还 咧的后脑茬上去了 你懂我意思吗 印度 川普在的时候 印度跟中国在边境上 叫板 敢他们炸刺 对不对 你看现在还敢吗 澳大利亚的时期呢 你懂吗 其实你真的就是说 完完全全是被西方媒体洗脑了 其实你冷静 你想一想 川普在的时候 这帮人面的中国 是什么态度的 现在面的中国 是什么态度的 你看看普京 现在面的中国 和川普时期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整个都不一样了 所以呢 川普在的时候 其实倒不是重判亲离 你现在普京 跟美国的关系 还不叫重判亲离吗 你金正恩跟美国的关系 对不对 你台湾现在敢相信吗 川普在的时候 没有说过要保卫台湾 但是台湾的心理 就跟吃着一个定心丸一样 拜登现在几次说 要保卫台湾 台湾是什么 有人信吗 你看看 你看台湾 你看你做个民调 现在说美国会出兵 保卫台湾 还有人信吗 都没人信 甚至认为日本 可能出兵的可能性 都比美国大 对不对 印度现在敢相信美国吗 对吧 所以呢 真是谁是重判亲离 就是西方媒体在这说 但是书呢 没有入 你跟事实差距越远了之后 你最后就变成一个fake news了 你现在私人能看吗 还怎么看 对不对 就完全就是说 就是说在一个虚假的谎言当中生活 现在 知道吗 他说也许啊 就是说在这之后 在川普之后啊 美国可能发展到呢 就是说这个昂格鲁萨克逊人 靠洗劫犹太人来保持美国伟大 也未可施 谁知道呢 这可能性呢 不是很大 犹太人洗劫 昂格鲁萨克逊人还差不多 对 他说那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 美国最终是犹太人的 还是这个昂格鲁萨克逊人 美国 还是经历了一个人民革命的美国 白代领党面前的问题很严峻 靠握手言和 还是不死不休 来保持美国的控制与强大 看着川普当选 还是要干掉川普 美国是世界暴风的一个发源地 世界的变数 就看美国怎么变了 那这个来讲呢 其实说的 其实就是 这个问题很多了 这个问题很多了 我觉得反正 他是反川的 他是一个反川的 然后西方媒体看多了 对川普的这种 就觉得反正川普上来 美国就完蛋了 但是现实情况 其实根本就不是如此 好不好 很多盟友 其实还希望川普上来 甚至我跟你说 有一些欧洲盟友 也希望川普上来 因为什么呢 俄国问题需要解决 拜登现在解决不好 川普上来也许 能把欧洲问题解决得好一点 对欧洲也有好处 俄问题解决得好了 对欧洲都有好处的 所以有一些欧洲人表面上不说 知道吗 欧洲因为大了 欧盟呢 下面几十个国家了 对不对 等着川普上来人多了 明白吗 其实这个 不好 台湾呢 台湾不要等着川普上来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而且我告诉你啊 麻省太郎 已经到美国来见了川普了 沙特王储的这个密使 也来美国见了川普了 这都来了 都在等 沙特又怎么样 沙特跟美国的关系 你看川普在的时候去沙特 那是什么 老国王出来啊 红地毯啊 几十人拿着舰跳舰舞啊 上面什么F35战斗机 是什么的飞啊 知道吗 拜登来了 我首都这儿 西洋太忙 你能不能去我旁边一个小 小城市降落 别在我首都降落 红毯 什么叫红毯 红毯多少钱一池 你知道吗 你看这种红毯 然后我那有个省长 有个省长太忙了 可能不行 我有个副省长 让副省长去接你一下吧 就是这样 你懂吗 你看看沙特在拜登时期 跟美国的关系 你再看看川普时期 跟美国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的 以色列呢 内塔尼亚胡不在等川普吗 内塔尼亚胡现在 翘首以判就等川普上来了 内塔尼亚胡都快急死了 内塔尼亚胡恨不得 今天川普就上来 你懂我意思吗 内塔尼亚胡恨不得 今天一脚给拜登踹上去 从飞机上踹上去 你知道吗 所以你到时你就明白了 知道吗 有些东西是不好说 但是很多人 我告诉你很多政府的首脑 很多美国的盟友 翘首以判 就等着川普回来了 知道吗 你好好想想这个东西 好吧 然后他说什么呢 他说老毛当时不一样 他说老毛当时 内部高度的极权统一 人心是聚的 聚在一起的 有发自内心的 广大人民的支持 自然的对赶的 对外的出击 敢打 老毛敢打 是因为内部极权统一 人心凝聚 有发自内心的 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他说现在习近平不是 现在习近平只能说 表面看高度集团 其实内部完全不统一 人心惶惶 各海鬼胎 这个是完完全全说错了 整个倒过来 我告诉你 我先告诉你 真正看美援朝的时期是什么 看美援朝 1950年6月25号 到1953年的7月27号打完 一共是三年多一点 三年零一个月 这么个意思 那么在这段时期里边 是不是像这个小伙伴说的 就是说老毛当时内部 高度集权统一 人心凝聚 错 完完全全错误 真正建国的时候 是49年的10月 老毛真正的高度集权统一 人心凝聚 实际上是到文革 在文革之前都不行 文革直言成 58年59年 老毛其实基本上 就退居二线了 其实当时是刘少奇 丹小平他们在主持日常工作 后来到了文革之后 老毛才重新 这个重新掌权 所以我告诉你 就是老毛在49年 到50年 到53年 这段时间里边 像他说的什么 高度集权统一 人心巨大 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那个时候的中国 实际上 我告诉你 是四分五裂的 而且是内忧外患 整个中国上下 是乱七八糟 四处征战 我先给你看看 打仗的阶段 是这样 49年之后 一直在西北甘肃一带 跟马家兄弟在担 当时马家四兄弟 为首了 马不方 马不清 两兄弟 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马不方 马不清 到了什么程度 到了最后 老毛亲自下令 不许接受他们投降的地步 凶残残暴 非常的厉害 当时马不方 后来跑到台湾去了 跑到台湾去了 但是他到1952年 才打完 才算是基本上 平定下来 实际上就是说 你50年开始打仗战争 52年 马不方 马不清 才打完 才打完 也就是说什么 这边 跟 看美江这边打着 那边 马不方 马不清 也打着 当时是 都不是双线作战 是极线作战 西北在打马家军 然后我告诉你 没完 王震在新疆北部和南部 大规模肃清 叛乱分子 从49年开始 王震过去 一直是1953年才结束 53年 抗美江结束的时候 新疆的问题 才算是基本解决 王震在新疆 搞到要什么 叫杀得新疆 50年出不了一个反国命 因为手段过于暴虐 北京在1953年 将王震强行调离了新疆 而且并对王震 进行了党内处分 王震的党内处分 1979年 邓小平上来了之后 才帮着王震 把党内处分撤销掉 知道吧 所以新疆问题 也是从49年 一直到53年 才算勉强解决完 西北的 马不方 马不清 到52年才解决完 然后我告诉你 再看西藏 西藏到了1959年3月17号 解放军炮击藏族反抗藏人 占领的罗伯尔卡 当天深夜 达赖喇嘛 悄悄离开拉萨 八万西藏人追随他 流亡印度 所以西藏真正到最后平定下来 到59年 才算解决完 在59年之前 西藏都不平定 知道吧 所以新疆 西藏 甘肃 西北一带 实际上到了53年 59年 才完事 这是很多 都是在抗美援朝之后 才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明白吗 所以老毛是什么 老毛是 我靠 自己 你看 蒋介石 这个打日本是说什么 他说 就是说 攘外必先恩内 我先把我内部 弄稳定了之后 我再打日本 对不对 老毛是什么 内部新疆 西藏 甘肃 一团遭 一团乱 老毛那边 干美国 出去 而到外国去 你知道吗 蒋介石是什么 是什么日本人 打到中国来了 知道吗 战了东三城了 蒋介石都恨不到 要什么 让外必先恩内 知道吗 这美国人 没有打到中国来 美国人打朝鲜 老毛出去之后 抽别人去 你知道吗 什么叫太祖太宗 你知道吗 什么叫一介 不一之身 三尺长剑 以夺天下 什么魄力和胆量 在这种时候 我告诉你 就是说 整个的西部 什么新疆 西藏 西南 西北 这一带 全部都不稳定 咱们翻过来说 东南沿海 稳定吗 完全不稳定 蒋介石 在台湾 蠢蠢欲动 你这边 当时你这边 打抗美援朝的时候 有的人就说 说你这边 如果打抗美援朝的话 假如美国支持台湾 让台湾 从南往北打 上来 怎么办 你这边怎么扛 而且你大量的部队 都是从南方掉来 你知道吗 很多的部队 都穿着单衣单裤 往这边上显掉 所以南方的部队 全掉来了 那时候 如果蒋介石 打反扑怎么办 50年的时候 50年的时候 蒋介石 其实是有实力 可以打 其实蒋介石 当时想打 美国不让打 美国担心 爆发一场 世界大战 知道吗 担心最后 要这样的话 最后就把苏联逼下来了 就是美国 当时观点之后 我们就只在 插上这场打 我们不打中国 我们不让战火燃烧 美国当时担心 就是说穿战战 然后最后中国战争 然后 那你要是同时打朝鲜 和打中国 那这张逼着出权出来 那最后美苏 就变成一个对决了 所以美国在管控 这战争范围 是美国怂了 美国没敢打 美国如果不怂的话 蒋介石 其实当时越越欲试 就觉得好 蒋介石当时说 你美国在 在北朝鲜这儿 往东北打 我从南往长江打 咱们一起来 一起包夹他 美国不允许 但是美国不允许 这就是态度 老毛就有这魄力 他就敢干 就敢干 所以东南沿海 实际上 福建厦门这一带安全 不好说 不好说 说不好 这是战争的部分 咱再说大城市 中共49年建政之前 基本上都在农村 一帮土八路 进了城市之后 说实话 根本不知道如何治理 城市里很多的公务员 都是民国时期留下来 中共实际上 是没有公务员的 不知道如何治理 整个中共 你找不出一个 什么市长 副市长来 没有人会治理 所以下面是一团糟 蒋介石从中国 拜王去台湾的时候 49年 就带了100万人走 就带了100万人走 剩下的大量的 都留在这儿了 中共当时 这个地面上的军队 有很多是蒋介石 国民党的军队 投降过来的 这些军队可以相信吗 你东北军又怎么样 东北军很多是 当时日本在 维满洲国留下的一些部队 有几十万的部队 被中共收编了 这些部队是 百分之百可信的吗 也不好说 蒋介石的部队 百分之百可信吗 像他说的 什么内部高度集权 人心是聚的 是吗 很多的人都是 蒋介石这边 投降过来的 很多的人是 日本维满那边 投降过来的 大城市里边 真正能够治理城市的 全部都是民国留下来的人 所有的公务员 这个事业的编制 老师 医生 这些教职员工的队伍 工厂里的这些人 有一个认识 你工厂长是谁吗 哪个人心是聚的 后面是经过三反五反 他把人心聚回来 其实根本就不聚 很多人都不服 当时的中国 49年刚念证 一直到53年 59年 那是什么了 乱成一锅粥 真是乱成一锅粥 下面是人心惶惶 各海给鬼胎 很多人就觉得 就觉得老毛 就是李自成 你知道吗 在那待不了几天 你等着过两天 蒋介石就回来了 都是这种想法的 所以像他所谓的 什么高度集权 人性聚的 那都是胡扯 一点边都不爱 而且是整个倒过来 大城市都是蒋介石的人 西藏 新疆 甘肃 没有一个是平定的 南边 福建 厦门 又担心蒋介石打回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毛爷 卧槽 就他妈愣着 而且是走出国门去 追着美国打 而且当时美国是什么 刚刚在欧洲战场 打完了 这个西特勒和意大利 二战刚刚赢了 那时候十月时代的 连苏联看见美国 都头疼 那时候放眼全球 有哪个敢出去 太岁头上动土 老虎脑袋上 画个小王八 你知道吗 真的是 那不是王字吗 上去给你压 画成一小王八 你知道吗 这就只有你毛爷爷敢干这事 但是你也得扶着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是不是快三十分钟了 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一分钟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就这一次出去 输越时代 老毛就这一次窜出去 就这么一顿干 当时输越时代 甭管是苏联的斯大林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 全他妈打懵逼了 真的打懵逼了 知道吗 苏联干脆就从什么 旅顺 那些旅顺口撤军 铁路也归还了 你看老毛是什么一疯子 你懂意思吗 真的是 就是敢想敢干 当时全中国 整个不管是军委 中央委员 有一个同意的吗 邓小平 刘少奇 哪个人同意了 快快快 还有三十分钟 是不是 那先关了 关门